金屬拉斯工藝機身 中国品牌发表全新起电机 六年六七寸阿摩雷萤幕 搭载丁硅高通八八八处理器 支援一百二十赫兹的萤幕更新率 拥有Helman Kardon专业调音 大亮点在这里 新机在拍照功能上大幅的提升 可以看到这里有三颗镜头 其中主镜头更是高达一亿化素 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实测给你看 像我们现在在美丽华摩天轮的最顶端 远处有101大楼 我们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 放到最大拍摄起来 一样相当的清晰 不只拍照 录影方面倒入AI电影级模式 人人都能当导演 续航力上除了有五千毫安培 超大电量 充电支援一百二十瓦快充 从零到百分之百 只需要十七分钟 解决不少人的痛点 旗舰机大升级 价钱却达出一点八万元有找 我们的目标是两成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靠高CP值抢势站 但对手来势汹汹 像是日本品牌 亮相全新超旗舰机 锁定影像创作者 搭载一寸超大感光元件 以及菜丝光学镜头 具备先进影像处理器 将品牌相机技术放到手机中 仿佛一台单眼握在手中 每个厂商都是长 都是目的都长这样 然后最后的统知性都越来越高 那所以不管是快充 充电越快 相机的技术越高 性能越高 这都是各家厂商 想要找相同点中的 不同点的 去找突破这样子 各大品牌除了性能之外 也专注牌照录影 在现有资源下 努力做出差异化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 智慧手机市场脱颖而出 参选许之雄方向看不到